好 我把屏幕分享一下 等我一下 我看一下谁还没有进行 进行一下 好谢谢你们 好我们就开始咱们今天的这个历史文化课堂 等我一下 好我把这个调好了 好 上节课大家还有点印象吗 我们讲了些什么东西 赵高和李斯 赵高和李斯 指路为马的故事 对不对 指路为马的故事大家应该还记得吧 记得 那谁能你记得你给我稍微说一下 嗯 so 糟糕 没有关系 不知道那个名字 他带了 赵高 赵高带了一个鹿 那个 那些城市 那些城市一直说是 马 哇那个 那个国王 那个国王说是一个鹿 对 那谁说是一个鹿 对 沙头 嗯 所以那个说是鹿 会 升官 哦升官 那谁不说呢 就 没意思吧 就没事 对对对 好 啊 谢谢你啊 你说的基本上是很准确的哈 赵高呢 签了一头鹿 然后给这个皇帝 这个皇帝叫二世 叫胡亥 就说呢 这个 这是一匹马 皇帝说 这你是不是眼花了 这明明是头鹿嘛 谁都看得出来这是头鹿 然后赵高呢 就去问这些大臣 说你们说 我牵来的是个马 还是个鹿 结果呢 有的大臣呢 就说 是马 啊 因为他们知道赵高说是马 我就说是马 我不管他是什么 另外一些大臣呢 比较老实 就说这是鹿 啊 然后呢 有一些大臣呢 嗯 不吭气 不说话 那最后呢 这三种大臣呢 就有不同的命运 刚才你说的特别对 说是鹿的呢 就被杀掉了 说是马的呢 就升官了 不说的呢 就没事 那赵高呢 就是一个这种一个这么坏 这么坏的一个人哈 就我们讲 没有 呃 这个最坏 只有更坏哈 赵高是这个我们历史上有名的一个坏人哈 那么他呢 就是呃 大权独揽 呃 这个朝廷上没有人敢反对他了 然后呢 他又搞了很多好玩的东西 让这个皇帝啊 这个二世啊 这个胡亥呢 天天玩 不理国家大事 他把那个李斯也杀掉了 那你看这个国家落到这两个人手里 一个呢 是这个糊涂糊里糊涂的 只知道玩的 这个皇帝 对不对 一个呢 是坏的不能再坏的 赵高 那国家还能不乱吗 那肯定是乱成乱的一塌糊涂了哈 那接下来 那天那天也讲到了 那乱到什么程度 谁谁倒霉啊 不就是老百姓倒霉吗 那老百姓呢 平常呢 都是听话的哈 也没有这个军队也不敢反抗的 那这些皇帝也好啊 这些赵高他们也好呢 他们看这些老百姓呢 就跟看蚂蚁似的 他觉得这些老百姓的命不值钱 就像蚂蚁一样 一捏就捏死了啊 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可是呢 这个蚂蚁呢 一只蚂蚁 两只蚂蚁呢 没什么力量 可是成千上万的蚂蚁加在一起 如果要是生气了 那这个可了不得了 力量可大了哈 那这个原来我们 你们有孟子班的同学 孟子就说 这民呢 就叫民 老百姓就叫民呢 这个民呢 是不能得罪的啊 你把这个民得罪了 他们就会起来反抗你 那结果呢 就首先起来反抗的 上节课我们学过了 是一个叫陈胜 和一个叫武广的人 那其中陈胜呢 就是一个领导 他们呢 就是普普普普普通的农民 然后呢 也没有武器 从那个森林里 拔掉了几个这个竹竿啊 做武器 然后呢 九百个人就开始呢 要去反抗 有着上百万军队的 这样秦朝了 但是呢 因为呢 老百姓啊 已经受不了了 这种日子 你知道吗 有这么一个坏的这个 赵高 然后有这么一个 糊涂的皇帝 生活非常的痛苦 所以他们呢 一起来反抗啊 大家就一起响应 他们所过之处啊 老百姓呢 就扔下手里的东西 都参加到军队里来了 所以呢 一开始是九百人 过了两天呢 就变成九千人了 再过了一个月呢 变成九万人了 再过一个月 变成二十万人 三十万人了 队伍是越来越大 而且呢 这个里面呢 又来了很多 能够打仗的人 啊 于是呢 他们就 一路向那个秦朝的这个都城呢 就打过去了啊 非常非常的这个厉害 然后因为受他们的影响啊 全国各地啊 从南到北 从东到西 原来大家知道秦始皇统一六个国家 那六个国家呢 那些国家呢 都还有人在对不对 都还有一些过去的贵族 他们呢 也造反了 也带着这个自己国家的这些一些愿意跟他一起造反的人起来了 所以当时啊 就像那个火 就像那个我们讲那个草 在那个森林里啊 我们丢了一个火火柴一样 哗一下子 整个森林都找起来了啊 当然我们知道现在在森林里兜火柴是一个很坏的事情啊 我们千万不要在森林丢火柴 但是我这是一个打一个比方啊 那 可是呢 在这个战争当中啊 呃 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这个秦朝啊 虽然被赵高和这个皇帝啊搞的乱七八糟啊 可是呢 这个秦朝呢 他爸爸留下来的这个实力呢还是挺强的啊 他还是有一些能打仗的这些军事家啊 这些将领啊 而且呢 他还是有自己的军队的 一开始呢 他被吓坏了啊 到处都在动乱 可是呢 后来呢 这个赵高一看 哇 这不行 这得找一些能干的人来处理这个事情啊 于是呢 他就用了一个人 这个人呢 是很会打仗的人 这个人呢 叫张韩啊 大家可以记下这个名叫张韩 那就让张韩 然后呢 给张韩呢 呃 给了几万军队 张韩说这点军队也不够啊 呃 怎么可能出去打仗呢 这个 那些农民起义军有好几十万人呢 那张韩呢 就把那个当时啊 大家知道我跟大家讲过那个阿庞公 对不对 还有秦始皇的陵墓 当时呢 有几十万人啊 在那边呢 就是帮忙修那个秦始皇的陵墓 修那个宫殿 然后张韩呢 就把这些 修宫殿的这些劳工工人们呢 组织起来 变成了军队 于是呢 他就有了三四十万的军队 然后呢 他有了这个军队呢 因为他是一个 这个打了很多年仗的人 他很有经验 他就组织这个军队呢 就开始这个去消灭这些起义军 那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陈胜呢 吴广呢 他们呢 虽然呢就是很有这个热情 然后反抗了 现在也有几十万人了 但是呢 他们毕竟 都是一些农民 没有这个就是专门的打过仗 一开始呢 还可以 因为大家呢 就没有遇到这种真正的这种规模的军队啊 可是呢 这个当秦朝呢 当这个 就是他缓过劲来之后 缓过味来之后呢 他组织起一个强大的军队 派一个能干的舰领来指挥的时候呢 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那这个时候呢 陈胜吴广的军队呢 就开始打败仗了 那先是呢就是吴广打了败仗 打了败仗呢 战败之后呢 还被杀掉了 那后来呢 这个陈胜呢 他的这个部队呢 也慢慢的就是打了好多败仗 部队呢 就发生了动乱 那士兵呢就跑掉了 后来呢 陈胜也在这个战斗中呢 也死掉了 所以挺可惜的 他们从他们在 在那个地方揭竿起义啊 到他们最后那个就是 战死啊 也是过了其实蛮短的一个时间 可能也就是一年左右的时间啊 很短的一段时间啊 但是呢 虽然呢 他们 死掉了 可是啊 因为他们 起来反抗这个 秦朝的这个统治啊 各个地方都起来了很多的人组织了军队 组织起来啊 这个团结起来 来反抗秦朝 一定要把这个秦朝的这个暴政啊 我们讲什么叫暴政 就是特别坏的这个国家 这些领导者啊 皇帝和这个赵高呢 要被他推翻掉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啊 有哪些人呢 其实呢 有很多很多人 有十好几个啊 但是最重要的呢 有两个啊 我们就看看呢 接下来呢 就是在陈胜吴广死了之后 哎 我们好像一个大舞台 他俩 他俩现在在戏里面呢 已经消失了 那接下来呢 谁登上这个舞台 来演这个大戏呢 好 我们看一下啊 好 这个人叫项羽 你们有人听过项羽吗 有 太好了 有人你看 没听过 有 没听过 没听过 项羽 我知道 项羽 项羽 破釜沉舟这个成语 有听说过的吗 听说过 对 那我们讲了一下啊 这个项羽啊 我们介绍一下项羽啊 项羽在咱们历史上啊 特别有名啊 你们现在听到了之后 你们记住这个人啊 很多的外国人也知道项羽这个人啊 因为项羽呢 因为他的这个故事啊 被编成了很多的戏剧 还写了很多的书 不光是中国人写他的书 日本人也写他的书 欧洲人也写他的书 啊 然后呢 他被编成了这个中国的这个歌剧 还被编成了外国的歌剧啊 所以呢 还编成了电影 还专门有电影啊 电视剧啊 所以非常非常有名啊 那有名呢 就是因为他在这个 消灭秦朝的这个 呃 战争中啊 他是起了最大的作用的 他是起了最大的作用的 那项羽是什么样的人呢 项羽啊 他是楚国的贵族的后代 他小时候呢 这个就很聪明 然后呢 但是呢 他不喜欢学那个 知识 他喜欢呢 学军事 学打仗的方法 他喜欢学武术 属于是呢 他的叔叔呢 从小呢 就教他这个武术 教他呢 这个兵法 孙子兵法 怎么打仗 然后项羽啊 还有一个特点 他力气特别大 大家看到我放的这个照片 最左边这个 这个顶啊 就说据说呢 他们那个家乡有一个顶啊 好几百斤重 都举不起来 但是有一天呢 项羽就把他举起来了 所以项羽呢 在当时他的这个家乡 是非常有名的 有神力啊 那这个项羽呢 他有一天呢 秦始皇呢 大家知道喜欢旅游啊 出游经过他的这个家乡 然后项羽呢 刚好跟他叔叔去看 结果项羽看到秦始皇 咦 这么气派 有这么多兵前呼后应的 项羽就说 哦 他叔叔就跟他说 你看秦始皇多厉害啊 他说这个没有问题 我将来呢 可以代替他 哦 把他叔叔吓坏了啊 这可是要杀头的啊 但是呢 他叔叔就觉得他很了不起 于是呢 就培养他 结果呢 后来呢 这个陈胜吴广就起义了 起义了之后呢 这个全天下就乱了 这个时候他的叔叔呢 就 赶紧呢 就起 自己也组织了军队 把家乡的这些人啊 几千个人 这个组织起来 然后带上项羽 然后呢 也呢 成立了一支军队 要反抗清朝的统治 那但是呢 成立的军队很多啊 后来陈胜吴广不是战死了吗 那这些军队呢 有十好几支 那到底听谁的呢 那大家谁也不听谁的 对不对 大家觉得你起义了 你带一支军队 我也有一支军队 凭什么我要听你的呢 后来呢 就有人出主意说呢 我们呢 都呢 是普通人 我们都不能当这个领导 我们得找一个人呢 他呢出身呢 就是原来的国君 楚国的这个王啊 后来被秦朝灭掉了之后呢 但是大家都还想 恢复楚国 所以呢 我们找这个国君的后代 来当这个王好了 于是大家都同意 然后呢 我们就找 那这个楚国的这个国君的这个 被秦国灭掉之后 这个王的后代在干什么呢 啊 大家猜一猜他在干什么 好 随便猜 啊 猜不到的话 没关系 我给大家告诉个答案 啊 他当然就不是国君了 哦 你可以问题再问一遍吗 我说大家猜一猜 这个这个楚国这个国君呢 他是被秦国灭国了吗 那他的这个后代 他的孙子 现在在干什么 骗赞 不是现在就是那个时候 啊 在 啊 方祖想打败那个秦国的国家 我不知道 对 他是这样的没关系 这个我是大家随便猜猜哈 谢谢你啊 啊 那个后代呢 正在那边放羊呢 因为他就变成了一个放羊的普通人了 有一天呢 突然之间呢 那个项羽的叔叔就找到他 就说呢 你是这个国君的后代 我们一大家一直要 呃 请你再去当这个楚王 楚国的国王啊 去反抗秦国的统治 因为他就稀里糊涂的就当 就当成了这个 当了这个领导啊 然后呢 当成了这个这个所有这个军队的这个头啊 就是这个领导 那现在有了王啊 就好办了 有了王了之后呢 就好多军队就组织起来了 组织起来呢 就开始呢 就是呃 跟秦兵作战啊 可是呢 这个秦兵 我刚才说了 秦兵组织起来 其实是很厉害的 我刚才不是说到这个张寒吗 这个张寒啊 非常非常厉害 他呢 虽然呢 看到有几十支这个军队啊 但他没有关系 他一个一个打 非常厉害 好多好多的军队都被他消灭掉了 然后呢 后来呢 这个项羽的叔叔啊 他呢 也带军队去跟张寒作战 但是也很不幸 前面打了几个胜仗 张寒引诱他 结果在最后一场战争中呢 中了埋伏 连他叔叔呢 也死掉了 也死在这个战场上了 那他死掉之后呢 就没人敢去了 没人敢去这个这个跟这个张寒作战了啊 这个时候呢 这个这个王啊 就新任的这个王呢 就说派谁去呢 于是他就派了这个一个人叫宋义啊 然后带着这个项羽一起去 因为这个项羽呢 是要报仇 因为他叔叔死了 所以就一起去了 那去了之后呢 然后又同时呢 又让其他几个军队呢 也一起去 因为一支军队不够嘛 那项羽这支军队呢 只有几万人 然后呢 所有的军队呢 结果就后来就去了十几支军队 这十几支军队呢 加起来呢 有四十多万人 那张寒呢 有三十万人 所以呢 军队呢 差不多 好 那我们现在讲一下 就是这场战争是怎么打的哈 这场战争非常重要啊 可以说是一场决战 决战呢 就是这场战争打完之后呢 谁赢了 谁就是说了算了 这叫决战啊 我们把它叫 这个地在一个巨路的地方发生的 所以我们把它叫巨路之战 刚才说这个成语啊 破釜沉舟 就是发生在巨路这个地方 那巨路是在哪里呢 在中国现在的河南省啊 河南省 那这个战争是怎么打的呢 那当所有的军队呢 这些农民的军队呢都去了之后呢 没有人呢敢跟张寒交战 因为前面的张寒赢了好多 名气很大 所以大家都在那边看着 没人敢过去打 然后呢 但这个时候呢 张寒呢 的军队呢正在进攻 这个他们的城池 已经非常危险了 项羽呢就非常的着急 但他呢不是主帅 主帅呢是他一个叫宋义的人 于是呢他就叫那个宋义呢 出兵 可是宋义呢不肯出兵啊 结果呢 项羽就很生气 于是呢他就把宋义给杀掉了 杀掉之后呢他就跟军队的其他人说 他说现在呢我呢来指挥这军队 你们愿不愿意 大家说我们愿意 那项羽说我们的人少 但是呢我一定能够打赢这场战争 我们首先呢要渡过河去 好 因为呢张寒的军队在河的那一边 于是呢 项羽带着这个部队就渡过河了 项羽带了多少人呢 张寒那边呢有将近三十万人 项羽这边呢只有两万多人 他们差多少呢 他们差了十倍 也就是说项羽呢的人呢只有张寒人的 张寒的军队的人的十分之一 但是呢当项羽呢带领自己的这个部队过了河之后呢 他做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他先让那个部队把所有过河的这些船全部给凿沉了 凿沉了呢 告诉所有的士兵我们就回不去了 那今天呢这个打输了我们是回不去的 必须往前冲 第二个呢 把所有的锅都砸了 什么叫破斧啊 这个看到这个斧子了吗 那四个字可能你们不太说 第一个是破 破就是打破的意思 打烂一个东西的意思 第二个字呢是斧是个古字 就是吃饭的那个锅 炒菜的那个锅 沉呢就是把东西沉到水里去的意思 舟呢就是船的意思 好破斧沉舟呢是做两件事情 第一个呢是把吃饭的锅打烂 第二个呢是把做人的船沉到水里去 那刚才说了 项羽呢把船沉到水里去 是告诉所有的士兵 只能胜不能败 败了呢我们也回不去了 没船了 好第二个呢为什么把锅砸烂呢 项羽告诉所有的士兵 我们呢 打败了张寒 我们用他的锅吃饭 用他的锅吃饭 那当时啊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情况啊 项羽带着两万军队渡过河的时候呢 在河的那边啊 就是他渡过河之前的这一边呢 从各地赶来的这些农民军队啊 有十好几支 加起来有几十万人 可是没有人敢过去 都在那边像看戏一样看着这件事情 然后他们都觉得项羽是死定了 可是项羽呢 用这个方法呢激励了自己的这个士兵啊 然后士兵呢看到不能够就是说回去了 只能够战胜只有一条路的时候 决心呢就跟着项羽呢 决一死战啊 项羽呢是身先士卒 老师什么是决一死战 哦决一死战就是说我跟你这场战争啊 要么呢就是我打胜了 要么呢就是我死了 哦 嗯 就是有这个决心的意思 决就是决心的意思 好 决心呢就是一条心啊 要么剩要么死 那在 老师那个这堂课有回放吗 这堂课有回放吗 应该可以回放 对 我刚才看你在record了 是不是就是在能回放呀 啊现在不能回放 以后可以回放对 好 我们继续啊 那结果呢这个张寒呢就把自己的部队就调上来了啊 调上来来攻击这个项羽啊 因为张寒的部队人很多啊 所以他觉得呢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 结果啊 在那边打了整整一天一夜 谁的部队撤退了 张寒 哎大家说的很对 张寒呢比项羽多了十倍的人 可是打了一天一夜呢不能够让项羽的军队撤退一步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打算退 反而是张寒的军队撑不住了 到了晚上 张寒的军队呢死伤惨重啊 就是死的伤亡的人数远远超过项羽的人数 这个士兵的人数 张寒一看 形势不好 赶紧的撤退 撤退了好几十里 撤到自己的城里 不出来了 这个时候啊 那些官战的那些军队的那些将领啊 哇 那个简直是胆子都吓破了 他们没想到天下有这么厉害的人 项羽能够这么厉害 以十分之一的兵力 能够打败 让他们都那么害怕的 这样一个张寒的军队啊 当项羽呢 他的部队呢 坐下来休息的时候 项羽呢 把自己的这个中军帐啊 就是自己的这个指挥指挥部安置下来 然后呢就跟那个派这个自己的部下说 通知那几个军队的首领啊 过来开会 看看下一步怎么打 结果那些首领呢 到了项羽的指挥部门前 全部都跪下来 爬进了项羽的指挥部 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要爬进项羽的指挥部吗 因为项羽很好 对 因为他们呢 他们也都是这个这个带兵的人啊 他们敬重这个英雄 他们觉得项羽呢 是一个真的英雄啊 他们呢是他们都是胆小鬼 他们非常的羞愧 你知道吗 他们觉得跟项羽相比 他们真的是很羞愧 有几十万的军队 却让项羽呢带着两万军队 去跟张寒死战啊 那他们拜见了这个项羽 然后呢 愿意呢 让项羽呢 做这个大元帅 指挥所有的军队 就把自己的这个部队呢 交给项羽去指挥 这个时候项羽呀 就有了 多少军队了 四十万军队了 一下子就有四十万军队给他指挥了 那么多啊 你说什么 那么多 对啊 古代打仗呢 因为是冷兵冷兵器时代 就是没有那些炮 那个时候打仗呢 就是每一次战争呢 大的战争的人都特别多 四十万五十万都是很正常的 那张寒呢 这个时候呢 就军队就没他多了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项羽呢 就对张寒发动了这个猛烈的攻击啊 那张寒呢 这个部队是死伤惨重啊 然后张寒也被项羽打的是非常的害怕 不敢 老师 张寒是那个农民 还是那另一个人是农民 张寒是 呃 不是农民 呃 项羽这边呢 我们叫农民军队 但项羽也不是农民啊 他们是 我们这样来看啊 项羽那边呢 是反抗秦朝的军队啊 我们可以把他叫义军 张寒这边呢 是秦朝的军队 这样说你明白了吗 啊 明白了 明白了 就是张寒呢 是代表赵高那边的 这样你明白了吗 他是帮赵高打仗的 就是赵高呢 指鹿为马的赵高 对 不是赵高那个很坏吗 对啊 对啊 你为什么可以跟他呢 那赵高和皇帝 他们代表秦朝嘛 那秦朝 赵高虽然很坏 可是下面还是有人啊 这些人是代表秦朝的 代表他们秦国这个国家的 对 不是坏人就没有人跟了 坏人也有人跟啊 对 然后那边呢 呃 另一边项羽呢 是代表的就是这个 我们就是忍受不了秦朝 这个弧度皇帝和赵高的统治 然后起来反对秦朝 要把秦朝推翻的这一边 好 这样应是不是应该明白一点了啊 那我刚才讲呢 那张涵呢 是代表着这个 赵高和皇帝这边啊 那代表着当时的政府啊 那么张涵呢 眼看就 就顶不住了啊 顶不住了呢 赶紧的派人回去 到赵高那边说 那个赵高不是总理嘛 他说能不能给我多派些部队 啊 赶紧想想什么 结果这个赵高呢 所以说我跟你讲呢 这个人的坏呢 就是什么 这个赵高呢 他不赶紧着急派兵 他怀疑什么呢 他怀疑 哎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笨呢 啊给你几十万军队 你怎么打成这样的东西 干脆把你杀了算了 然后呢 他就有这个想法啊 然后就把这个意思好像表示出来了 结果呢 张涵派去的这个使者啊 这个人啊 一看这个赵高 哇 不想派兵 可能还想杀这个这个张涵 赶紧偷偷的跑回去了 跑回去呢 就跟张涵说啊 说 那个第一个呢 没有人没有没有没有增援啊 没有人派兵给你 赵高不会派兵 第二个呢 你可能自己的脑袋也危险了 那张涵说我怎么办呢 那那个他跟那个下面的人商量 大家说我们投降吧 你们知道什么叫投降吗 知道 知道 没错 投降 那我们投降吧 那这个这个结果呢 这个张涵呢就说 哎这个赵高实在是太坏了 刚才有个同学问了 为什么帮赵高 坏人也有人帮哈 但是坏人实在是坏的不可救药了 别人帮他呢 他还想杀他 这就这就是我们叫真的是坏到骨子里了 张涵呢 于是呢决定呢 投降 然后呢他就和其他将领商量 大家都没什么意见 然后呢就去跟项羽商量 项羽呢 虽然这个领着40万大军啊 但是 这个投降也总是好事嘛 对不打仗 能不打仗总是好事的嘛 对不对 由于项羽呢也就接受了这个张涵的投降 那为什么这一战叫做关键一战啊 这场战争呢秦国的军队投降了 秦国就再有没再没有这么多的军队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项羽呢就长驱直入啊 就一路的就打过去 一路向西边啊 就直直奔这个这个 那个秦国的这个都城就打了过去了 那么打过去呢 他想 哎我马上就可以站 老师秦国的都城是在哪里啊 陕西长安知道吗 我知道长安在哪 嗯对对对 在中国现在的西安附近 对 那陕西长安啊 项羽呢是从河南这边打过去的 是从从东向西的 项羽呢他那一路啊 就等于说没有部队能够抵挡他了 带领他这个40万大军啊 浩浩荡荡的就准备呢 占领秦国的首都长安 然后呢这个 就是把秦国灭掉啊 可是你知道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是吗 他这个军队呢 一路呢就是过关斩将啊 终于到了这个离长安附近 有一个城叫做韩谷关的时候啊 就是一个著名的关口啊 哎突然发现哎 这个这个城墙上怎么插的不是秦朝的秦国的这个旗帜啊 怎么挖的一个旗帜是刘姓刘的一个旗啊 刘邦 大家猜猜发生了什么事 我好像知道 是不是刘邦把这个给占领了 嘿嘿嘿对对对对 你们说的特别对 你刚才有这个秦 是不是那个 你是不是那个皇帝 怕 怕有人 怕有人杀他 就故意 放上别的国的旗来骗 哎你这个你这个想法也是很有创意哈 不过这个呢 历史已经发生了 事实不是这样的 就真实的情况 不是说他骗了 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 这个项羽呢在前面打仗啊 把所有的秦国的军队都吸引过去了 然后呢另外有一支军队啊 这支军队不起眼 悄悄的啊 叫刘邦 这个刘邦的军队呢 趁着这个项羽呢 带着这个军队呢 跟秦军决战的时候呢 从旁边悄悄的溜进了秦国的都城 啊 然后呢 占领了这个秦国的这个都城 已经灭掉了这个秦国啊 已经把这个皇帝推翻了 所以这中间呢 又出现了另外一个人啊 叫做刘邦啊 啊 我们看一下啊 呃 刚才讲就是为什么我说故事 哎 怎么这个姓刘的 这个姓刘的哪来的呢 那为什么这个 这个这个 突然之间这个刘邦就从哪里蹦出来 就把秦国给灭亡了呢 本来就像你 老师 老师 屏幕上有张良 我听过张良的故事 他就是给老爷爷捡鞋 然后老爷爷还叫他穿鞋 没错 对 你说的一点没错哈 所以今天呢 呃 我们刚才说了 就是说我们这个是 现在是一个历史的大戏 就历史的一个捉马啊 就是一个戏剧 这个戏剧里面呢 有很多的重要的人物啊 我们刚才讲陈胜吴广登场了 然后呢 他们消失了 那张寒登场了 张寒也消失了 那项羽呢 登场了 轰轰烈烈的 男主角啊 又又力气又大 又帅的男主角登场了 啊 通通烈烈的打仗 哎 可是他打到仗 打到这个 离秦朝的首都不远的时候 突然发现 有一个人呢 杰族先登啊 抢先一步啊 这个人呢就叫刘邦啊 这个刘邦呢 在跟项羽的这个斗争中 最后是真正是 他是胜出来了 他最后做了皇帝 而项羽呢 是没有做皇帝啊 我们可以一点一点看这个故事啊 这个刘邦呢 啊 咱们看看刘邦是哪里冒出来的啊 我们要看看刘邦到底是哪里冒出来的 这个刘邦呢 跟项羽呢 不太一样 项羽呢 他是贵族子弟 从小有人教育他 要学兵书 刘邦呢 小时候呢 家庭不太好 然后呢 他呢就是游手好闲 不学无术 又不喜欢种田 也不喜欢这个学文化 然后呢 整天呢就是在这个 这个这个城里头就是喝酒啊 跟朋友一起玩啊 然后呢 他呢 后来呢 有一个机会呢 做了一个小官 就是很小很小的官啊 就相当于是 那个叫庭长 大概就是管大概十来户人家 这样一个小官 有点薪水啊 他呢就每天呢 拿这个薪水去跟朋友去喝酒 然后和那些当官的那些士兵啊 一起喝酒 那这个人呢 给人感觉就是不学无术啊 可这个人有个特点啊 特别能交朋友 就特别的这种豪爽 那他去喝酒啊 你看他去那个酒店 那个那个 那个饭馆喝酒呢 是从来不给钱的 就是欠账啊 老板我今天喝了酒 寄个账 这个老板呢 就不太高兴 呃 可是呢 到年底一算账 发觉呢 发发发什么事情 发现他的这个酒店啊 赚了很多钱 大家知道为什么赚钱啊 为什么刘光欠账他还赚钱 他去了 他去了 然后别人都去 然后就赚了 都去 啊 棒 太棒 你很有意思 有人帮他付了钱 有人帮他付了钱 或者是 啊 其实不是有人帮他付了钱 刘邦呢 去喝酒 去那边吃饭 带很多朋友去 虽然他欠账 他的朋友们 也是常去的 对不对 他的朋友付自己的钱 对不对 而且刘邦不去的时候 他的朋友也会去 所以刘邦去到哪里去吃饭喝酒 哪个地方生意就特别好 所以呢 刘邦虽然欠了很多钱 可是这个饭馆的生意啊 因此好了好多好多 所以你知道这个饭馆后来做了什么事情啊 第一呢 是把刘邦 告诉刘邦呢 在我这吃饭喝酒是不用付钱的啊 免单 我知道为什么 啊 你说 我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有好多钱了 对 因为他赚了钱嘛 他觉得刘邦可以帮他赚钱嘛 那我们说这是刘邦的一个性格啊 就是他喜欢交朋友 所以他有很多朋友帮他 那所以呢 到后来呢 就是有一次呢 刘邦呢也是因为这个大家知道后来起义了 那刘邦呢也是一样 刘邦呢 他想 哎我呢 是不是呢也呢 能够去打一下这个 也能够组织个军队啊 那当他想要组织军队的时候呢 就有很多人出来帮他啊 这里面我刚才列了这些人物啊 这些都是帮他的人啊 那咱们先说一说啊 就是他有很多故事啊 那其中一个故事呢就是 刘邦呢 那个 有一天呢 呃有一个姓吕的一个老先生 举办一个宴会 然后呢 就说呢 这个宴会呢 要来我这吃饭的人呢 得交一千块钱 结果刘邦呢 就跟那个看门的说呢 说我呢已经交了一万块 实际上他一分钱也没交 结果呢 他就大摇大摆进去了 结果他跟那个老先生呢 在一起一谈话 那个老先生呢 觉得他很了不起啊 很有能耐 结果呢 就干什么呢 刘邦那个时候一穷二白 可是这个老先生呢 姓吕啊 就把女儿嫁给他了啊 这个女儿呢 后来就成了皇后 所以这个老先生呢 是很有眼光的啊 那个时候刘邦很穷 然后又没什么文化 可是这个老先生呢 觉得刘邦很了不起 要把这个女儿嫁给他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我上面列的这些人啊 都是呢 因为刘邦呢 他很善于跟他们相处啊 他们后来呢 就愿意呢 去帮助刘邦来打天下的人 好 刚才那个我们先说这个啊 这有一个这个 先说一下这个故事啊 这实际上是四个故事啊 跟刘邦有关的故事啊 第一个叫刘邦 斩蛇 那我们讲呢 古代呢 很喜欢神话 尤其是一个人呢 他将来当了皇帝 那他以前呢 他之所以能够当皇帝呢 一定有一个故事 跟他相关系 所以呢 就有一个故事是说呢 说刘邦呢 有一次呢 和这个一些人呢 去干活 然后在路上的时候呢 他喝多了酒 喝多了酒呢 当时呢 就旁边的人说啊 前面那好可怕 有一条大蛇啊 白蛇在前面拦路 然后呢 都不敢过去 那刘邦当时喝多了啊 胆子也比较大 然后就拎着个剑 说不用怕 然后他过去之后呢 他就手起剑落 就把那个蛇给杀掉了 结果后来呢 这个呃 过了两天呢 大家往前走 发现有一个这个 呃 父女在那边哭泣 他就问你为什么哭泣啊 他说呢 我的儿子呢 是一条白龙 叫白帝啊 就是黄 就是那个天上的一个 一种这个帝王 但是被那个赤帝杀掉了 他说谁是赤帝呢 他说赤帝就是杀我 是我的我的儿子 变成一条蛇 就是被他杀掉了 哎 于是呢 有了这个故事啊 大家对刘邦就觉得他特别神秘 他将来可能要成为这个天子啊 这样的一个人物啊 这是一个传说故事啊 我们讲因为他最后成了皇帝 所以我们就会 好像联想到他可能就是真龙天子啊 好 张良这个 刚才有一个同学已经讲过了哈 张良的故事 那张良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张良是 嗯 那个 一个很聪明的人 啊 我们把他叫智 好 早上 那个 我是说那个那个张良 梁他 他 他也要 我听那个故事 他也要杀秦国呢 对 你听的对 你还记得那个故事吗 还记得是我昨天看的 嗯 对 张良的故事对 那个是 你说的没错 我给你稍微的提醒一下哈 嗯 张良呢 想杀秦始皇 所以雇了一个大力士 然后去扔那个炼球 我之前跟你讲过 就扔那个炼球 就那hammer 那个throw 然后呢 就想去砸那个皇帝 结果没有成功嘛 所以张良呢 就逃跑了 逃跑了呢 他在那个有一个地方呢 在那边就是隐藏起来 那有一天呢 他呢 就是那个 出来呢 到那个桥上去 桥上呢 做了一个老人 这个老人呢 看见张良过来之后呢 可能经常看见其他人 他也是这样做的啊 他就故意呢 把这个鞋呢 从这个桥上 把鞋脱掉 然后呢 就扔到了河里 嗯 对 他把那个鞋 你说的很错 他就把那个鞋呢 就踢掉了 就扔到 踢到河里去了 然后呢 他就看着张良啊 他说年轻人啊 你去帮我把鞋 这个捞起来 那张良一看 我跟你好像也不熟 然后我也不认识你 另外呢 鞋是你自己踢进去的 但张良呢 他这个人呢 他看到是一个老人家 他很尊重老人 他这个人呢 很很有素质啊 于是呢 他还是下去 把这个鞋呢 从水里面给他捞起来 捞起来之后呢 就给这个老人 那个老人呢 做了件什么事情 老人把脚一伸 给我穿上 把鞋给我穿上 那我想问你 我想问你们 你们要是在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路上陌生的地方 碰见一个陌生的老人 把鞋踢到河里去 不光是让你把它捡起来 还得 还把那个脚脏脏的伸出来 让你给它穿 你愿不愿意干呢 我不愿 我愿意 我愿意 你愿意啊 我愿意 我愿意 愿意的 为什么愿意呢 愿意 因为这样子会帮助老人呢 嗯 对 不愿意的也是有这个道理啊 对吧 有不认识 我已经帮忙了 对不对 我也可能会愿意 因为他这样子做 肯定背后有什么东西的 嗯 对对对 这也是很好的一个 那个故事叫张良得宾书 对 张良得宾书 对 这个故事呢 你说的对 张良呢 其实并没有想到要得到什么 就像刚才我们同学说的 我觉得你们其实都是蛮善良的 就是说张良就觉得那既然 虽然有点 张良是实际上是有点不高兴了 因为谁换是谁 谁都有点不高兴 对吧 你怎么 这个老人都有点糊涂了 但是他觉得你是个老人 那我既然已经帮你拿上来了 那可能你 你不方便 那张良呢 于是就把这个鞋给他套上了 那个老人就看了他说 年轻人啊 你呢 是可以被教导的 那个老人呢 也没说怎么跟他教导 他说明天早上 五点钟 你过来见我 我知道这个故事 对对 那你说一下 第一次他迟到了 第二次他又迟到了 第三次他又迟到了 第三次他又迟到了 第三次就连睡觉都顾不上 直接跑到桥那里去睡觉了 对 你说的对啊 我们中国啊 讲的特别讲的尊敬老人啊 你看这个尊敬老人背后的含义可深了 老人呢 其实代表着智慧 在咱们中国啊 老人叫代表着智慧啊 那张良呢 张良成功了 张良就得到了一份非常有用的兵书 下回啊 下回啊 下回你们在看了这个故事之后啊 你们学习怎么样呢 把这个故事讲的非常的生动啊 非常的完整啊 要卖两个关子啊 你想想啊 就说这张良这个张良你刚才说的对啊 你看张良 你看他呢 老人说明天早上六点钟你过来 哎 张良这个老人也没说要干什么 也没说他给什么 就算你明天早上六点来嘛 那这样一大早啊 天上天又冷 可是张良想 哎 这个老人说了肯定有他的道理啊 老人是有智慧的 说不定有什么智慧 但他不知道什么东西 第二天早上六点钟都能跑去了 跑去之后呢 发现那个老人已经坐在那里了 老人看到他很生气 说你年轻人起的比我这个老头子都晚 你这个年轻人一点都不成心 你回去吧 他说下个月下个月的同一个时间 你早上这个这个六点钟再过来 结果张良呢还记着这个事了 过了一个月也就又去了 这个他说我要早起点五点钟就去了 五点钟去了之后呢 你看到这个老人又坐在那了 老人说你又迟到了啊 你又比我来的这个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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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那个晚啊 你下个月再来吧 那张良就很好奇说 哎呀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结果第三次呢 他天不亮啊 就是可能大概一两点钟 他就跑过去了 我就在这等着你啊 他坐在那个桥上啊 又洞 风又大哈 又冷 他坐在那搜搜搜搜搜搜 等等的 结果等等的等了好长时间 那个老人才慢悠悠的慢悠的走过来了 然后那个老人呢看到他之后就笑了 就说啊 你呢 是个人才啊 你知道我教你 哎就刚才那个同学说的特别好啊 就是教他了什么呢 教他一部兵书 怎么样能够打仗的一部兵书 然后张良呢就跟着他学这个叫太公兵法 什么太公兵法 周朝不是有江太公吗 大家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江太公 知道 江太公写的兵法非常厉害 张良呢拿到这个兵法之后啊 他就变得非常的有这个打仗的这个才能啊 这个才能了 所以后来呢 他就因为拿着这个兵法呢 学到的知识呢 就投奔了这个刘邦 那后来帮刘邦呢就得到了天下 所以张良这个故事呢 也是告诉我们啊 就是我们一定要尊敬老人 老人是有智慧的啊 你尊敬他呢 他有很多东西可以交给你 你不尊敬他呢 你可能最后就什么也得不到啊 好 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们的课就上到这里 宗善你说 老师再见 哦 再见 好 可以下课的可以下课哈 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问吧 好 同学们再见 老师 老师再见 老师 老师 谢谢老师 老师 老师再见 谢谢老师 老师再见 刘邦他是不是一个那种很完美的人 但是他这个人 刚才我前面不是跟你讲了吗 他很喜欢交朋友 他这个人对朋友特别好 就是对朋友特别的这种信任 等他后来带部队打仗的时候 我讲的后面的故事你就知道了 就是大家跟着刘邦都觉得 就是可以施展自己的才能 对 他是有优点也有缺点 对 谢谢老师 还有谁要问问题 我看还有人举手 没有了吗 好没有了我们就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